好了,疫情未过,不过大家都抱着一样的心态 很想快点去旅行 作为香港人,其中一个很想去旅行的地方当然是日本 最近日元的汇价引起了大家很多话题 其实日元来说近期应该是 相比起俄罗斯努布,它就是近期跌得最厉害的一只货币 日元,JPY就是第二跌得多的一只货币 我们看看基本上日元,如果对港币或者对美金一样 都是差不多十年的新低 近日如果你看到对港元的话,应该每百日元对港元 已经差不多去到6.1了 会不会穿六算呢?很难说了 其实为什么这样急跌呢?原因都是因为 美国就收水了,日本就觉得是放水 放水是继续对出口的生意是有利的 不过由于油价一直升,如果他要入口能源的话 其实对他的经济也有另外一些负担 不知道走势如何 只知道是相对地低位 有历史以来这么久,近十年了 会不会持续低位呢?很难说 好了,但这个频道其实就不是说这些外汇的东西 这个频道最主要就是说加密币 究竟我怎样透过加密币的市场都可以买到日元的stablecoin 日元的stablecoin 美元stablecoin大家很了解 比如USDC,USDT,甚至USDT大家都了解 这些加密币就是稳住对个价对一元的美金 如果JPY的stablecoin 就是说这个stablecoin,这个加密币 它就是会的价格掛勾这个日元的汇价 好了,那来看看 这条片我就想讲一讲 我怎样可以透过加密币买日元 以及将这些日元 拿来做一个流动性核框 赚取到有20%的APY 好了,那来到JARVIS这个protocol 这个protocol基本上就允许用户 就可以connect你的Metamask钱包 主要是可以connect在Polygon的线线 connect Binance Smart Chain都可以的 不过跟着的操作就主要在Polygon这个线线上做一个demo 那用户就可以将USDC来到去换各式各样的外汇加密币 譬如你可以depositUSDC 就当一把美金啦 那你就可以来到去换英镑的加密币 或者换日元 新加坡纸 或者是其他货币都可以的 那来到这个版面呢 只要我clicktrade的话呢 那就去到一个版面 就我可以来到去买到一个外汇加密币的地方了 那我现在试一试clicktrade这里啦 来到这里的版面 你就按sign in 理论上其实就是connect你Metamask的钱包 那我就connect了去Polygon这个线线线 那我的钱包里面还有少少的USDC在 大概60元的USDC在 那你可以选用USDC啦 看看你想换什么其他货币都可以的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货币可以来到换啦 基本上呢 JPY就有啦 瑞士法郎 欧元 英镑 澳币 加拿大 甚至乎这些是菲律宾币应该 人民币 甚至乎是新加坡市都有的 那你也都可以选择 譬如我试下选 EUROPE 你也都可以不用USDC的 那你用别的如果你有其他货币 你用譬如 金默币的英镑 那在这里呢你都可以直接用一个市场的那个价钱 来到去换回不同的货币 那我现在试一试就是叫做用USDC啦 那来到去换JPY 那JPY它这里就展示了给我了 现在就对着是128的 那都差不多新低的 一本纸 那现在我试试按maximum啦 用完我的USDC来到兑换 那来到去做个swap啦 那下面呢这里有少少价钱的 就是Protocode fee 那基本上好笑而已 其实它就收你0.1%的那个费用 那我们来试试做个swap啦 按一按 那基本上呢 它就告诉你这个display amount和你的actual amount会有少少出入 那基本上就是那些少少的slipage 那我们就按confirm啦 那这里你Protocode fee 0.06很少而已 OK Metamask的钱包弹了transaction出来 你看到GSV在Polygon都是很便宜的 0.018个metix 那真的很便宜 好基本上呢 这个ftma应该是display错的 因为现在我其实就在Polygon那个network 那按confirm啦 好了 那很快地 基本上我就完成了transaction了 那你见到我的account里面 现在就已经有JPY 这一只日本Yen的stablecoin了 那大概有7755粒啦 那其实就等于价值60元的美金左右 因为刚才我用60元左右的USDC来换 那所以我现在按这里 你见到我JPY这个货币有7000多 那我可以换回USDC也可以的 按maximum 那我换回60元左右的 那当然中间这里有少少的差价啦 那如果你刚才所说了 想拿来换另一只也可以的 你拿来换欧元也可以的 那你换回欧元的话 他就给你那个即时的汇率啦 那这个真的是根外汇价的汇率啦 那来到兑换给你 好了 但我现在就不想换另外一些的货币 我想要因为JPY低水嘛 那我现在就想拿这个JPY的stablecoin 拿来做Yield farming收息 看看能不能收到一年二十几个%的息 好了 那下一步呢 我会怎么做呢 拿着这个JPY 那我就会去 加入一个LP的pool 那我先会去Curve Finance 那来到Curve Finance 那基本上是DeFi里面最大的一个流动性池率啦 那资金是很充裕的 那基本上呢 我们首先就就connect network 在这里 那我就减回那个polygon的network 你按回去 那基本上用你的meta mask 来sign in 那基本上就OK的啦 那只为有时它的界面就比较好似很古老的嘛 大家有时看到的界面都会很害怕 那其实它的操作是很简单很易用的 那基本上你connect network 在polygon之后呢 那我来到这里了 那我去搜索了 那譬如我刚才那只JPY 那我看到这里有个pool 叫做2JPY 那就是用JJPY 和一个叫JJPYC 其实这两只都是日元的stablecoin 那这样做一对的交易队 做一个LP 理论上 它们的价差因为都是挂勾这个日元的 理论上就不会 或者应该会有很少的impermanence 来到去出现的 那这只JJPYC 其实就是Circle那间公司出的 即是大家很熟悉的USDC 那间Circle的公司来到去出的 那就是JPYC 那就是你想把这个JJPY 换成另一只 JPYC的stablecoin 那我现在不是想这样做 那你见到会有少少 有少少赚多了 见到707多 7755 可以换成807多 那这就有少少价差 那但理论上它们不应该会有差那么多 那其实我现在就想去 做个deposit 那我们来到这里 看看 去到个deposit 按一按这里 好了 那我deposit JJPY在这里 那理论上我还要有个bonus 就有3厘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见到下面的 Currency Reserve 其实在这个资金池里面 有8成多 就是JPYC 而JJPY 就只有12% 相对地是少的 那所以如果你提供JJPY在这里 理论上你还会有少少赚 就是3厘多来收 好了 那我就全部供应了 按个deposit就可以了 那如果到时你想wipdraw 你就上回这里 你按wipdraw 那它就基本上会帮你的 把你的LP token wipdraw 做你原本的 那个crypto OK那我现在按deposit 那我等一等 等它拌到metamark 那都是一样 在polygon 这里 display错误 我不是在fantum的network 我不是在polygon的network 基本上那个GSP 都是很便宜的 0.0006 0.0065 再乘以 Matic的币价 因为是过多 基本上乘以很少钱 好按confirm 等我 OK 等我拿了 confirm 我的transaction 就已经成功了 那基本上我就拿了 这个curve 这个pool的 一个LP token 这样 那我接着可以怎么去做呢 那接着呢 我拿了这个LP的 Token 我就拿去做farmament 就是拿去做流动性挖矿 那我会去哪里呢 就会去bivy 这个autocompa 做这个挖矿的 好了 那来到bivy 这里 bivy基本上就是一个autocompa 的工具 即是说你放了 一对的LP 基本上它就会不断帮你做收割 收割完之后呢 就将你的reward 就变成你原本放进来的 那两只币的LP 的一只 Token 来到这里我们 接下来 Polygon的network 接着我们 就是JPY 这个pool 你看到 JPY 和JPYC 这个pool 现在基本上 APY连的 那个 息子 就会去到 19.4L 这个会是 保持计划的 不过这段时间 我看到 大约19 之前高很多的 一直跌下跌下 这样 它会帮你做autocompa 就会给你 这两只币 JPY 和JPYC 即是你这19% 就会收回这两只币 好了 你 接下来你的polygon的network 之后呢 你就继续进去 好了 继续进去之后呢 理论上 如果你继续了的话 在这里按Deposit 你按maximum 它就会detect到你 刚才你在curve 做了那个lp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 add liquidity 那我现在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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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 好了 我就已经 接下来我的钱包了 那基本上 你就会见到 这个7993 就是刚才我在curve 那里 来做一个lp 即是回到这里 curve这里 我刚才不是 add了这个liquidity 你不一定要两只币都加的 你只加一只都可以 那我看那个reserve 究竟如果你当时的reserve 某一只币是少一点的时候 你刚才加了liquidity 下去的时候 那你就会有些bonus 好了 这里就产生一个lp token 给你了 那就是这个lp token 那现在我来到这个bivy 我就将这个lp token 我就按maximum 那基本上我就按add liquidity 就OK了 那我现在就 按maximum 按了maximum 就deposit all 基本上他就 再签transaction 那我弹了metamask 出来 那我要签transaction 好了 那弹了出来 那我一样 都是按confirm 那很便宜的 transaction fee 好了 那基本上 我的transaction 就已经 搞定了 那理论上 那个transaction 已经完成了 那我现在 我的 Yen的crypto 的stablecoin 就已经是 赚着19%的APY 在做 Yield farming 那如果Yen在低位 之后 它升回上去 就是如果兑美金的 升回上去 那我就可以赚了 那个upside 那当然 如果Yen 你再兑美金 再向下跌 那当然你的本金的部分 就有机会有downside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 那另一个风险 就是这里基本上 就是一个variable 这个利息 那19%就是利息 你不知能保持多少 有机会有升 有机会有跌 那都不定 那这些都是一些 风险 好了 那做到这一步 那你会问 究竟我还有没有方法 可以再做多几步 令到这个的return 再大一点的话 可不可以呢 是有的 有方法的 那至于那个方法是怎样做呢 基本上我就放了在我自己的群组里 那我有个社群 那我就会 经常 keep share 一些update的资讯 那关于Java Network 这个平台 我有进一步的操作 怎样再来 令到 令到那个 是return 再增大 风险 那我也都会 有在 这些post 会来到 去说的 有兴趣的话 可以 我那个 群组 那我定期都会 update 一些加密币新资讯 和一些赚钱的机会 那我会把那条链 放在 视频箱那里 那里 还放在 留言里 那你会找到 那条链 另外我还有一个 网上课程 教一些 DeFi的技巧 和一些 知识 由零开始 适合新手 去来 去学习 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有一个 建立每个月 300元港币 被动收入的 组合的一个能力 你可以看回那条链 总共有6个 chapter total也有38条链 应该超过10个小时 那课程的内容 你可以来到 连续里看 DeFi的应用 中间有什么 风险 和不同的平台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来到 细节看 好了 跟我所有 整个channel里面的 内容一样 这些 并非是 投资建议 或者是 所有内容 也都不构成 任何的 财务 或者投资建议 全部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分享 你自己做好自己的research 多谢收看